我把一些上次的東西很快的帶脫 所以我就延續這張短片繼續做一些天堂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從現在開始計時的20分鐘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Grooper就是20分鐘這樣子 然後講不完後就延續到下次來 下次講或是會後來講 然後呢 我上次有講到就是說 Missioning大概有分證拿幾個講法的影片 然後做了這份短片這樣子 那我上次demo的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知道我就是Missioning在哪裡會應用嗎 就是國外其實有很多例子 就是像Google有用很多 然後我上次有一個一個進去看 它裡面當然就是有search bar 有email spam 之類的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應用 那這個我上次有講過 那這一次也沒有講 那Amazon或是像Facebook或是Nitfax 它也是用Netflix也是用很多這樣子 就是一些推薦系統之類的 那他們就用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有看到就是台灣的例子 那台灣例子其實很多人想說 欸Missioning好像都是國外大公司在用 台灣都沒什麼人在用 但其實不是 台灣其實也蠻多公司在用這樣子 而且他們還有外包系統 比方說像普克爾網路書店的那個search bar 它就可能外包配家公司做的 然後賣錢這樣子 然後就是像那個 反正你看不到search bar幾乎都有外包的 成品書店啊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104那個好像沒有外包 就通常好像自己聘人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幾乎你可以想像就是 你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 心裡可能就會知道說 欸這背後其實有 訓練你和得要賣你的基礎在裡面 然後台灣的市場有漸漸的變成熟 以前都是 就是聘不會沒有訓練你 它可能只會用 然後就在裡面 可是現在業主越來越 越知道這些東西了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上次講的部分 所以我就沒有一張一張帶進去 對 如果有興趣可以 可以看我上次的短片 它會一張再帶進去這樣子 然後這也是有上次講的部分 就是 就是Machine Learning其實 看起來有兩個主要的key 一個是問問題 然後一個是找解答這樣子 然後 問問題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有兩個層次 一個是真實世界的問題 然後一個是Machine Learning的問題這樣子 那真實世界的問題就是 有可能像 比方說 像人要找網頁 然後你要去Match網頁跟它的關係 這是真實世界的問題 因為問題還沒有變成數學 然後也還沒有變成Machine Learning 過得要賣你的問題 然後 就是 通常我們在解決一個 真實世界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 我們會用很多個層次去Approach它 就是 所以它會分成很多個 就是 很多個層次的Machine Learning問題 然後說像你找網頁 就會可能會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網頁要怎麼injecting之類的 那比方說 找網頁就是 哪一張網頁要排在比較前面 哪一張網頁要排在比較後面 這是Ranking的問題 就是它其實 會 同一個真實世界的問題裡面 它可以切出很多 就是Machine Learning問題 它是有不同的層次做出來這樣子 那當你切出來之後呢 這邊 很多Machine Learning問題 要怎麼去解決 這個是學校 就是 它是一個很標準的數學 數學流程這樣子 那當然 能夠使用的方法很多 比方說 就像是分類問題 它可能就有 二三四種方法可以去解 但是 其實 這二三四種都是很標準的方式 這樣子 可以幫助你從問題 直接跳到解答 對 那如果 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 這裡有很多線上課程 你都可以看到其人內容 然後 再來就是 從那個MODM的問題 要回到 就是 從那個解答 要怎麼回到真實世界的解答 就是 這也是一個 一個多層次的組合問題 就是它要把那些 解答組合回去 聽回去 這也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這樣子 在Modeling裡面 都很難的問題 然後你才有可能回去 回答真實世界的問題 那就 我在浮飆市場 過Modeling的經驗 我覺得就是 即使是你在真實世界 找到一個 1加1.2的這個公司 也會非常的powerful 這樣子 但是其實 你很難找到真的 1加1.2 就像說 小明拿了 兩顆蘋果 一顆大顆小 然後小滑拿了兩顆蘋果 一顆一樣大 然後小明就可能 欸不公平這樣子 對 真實的1加1.2 其實不容易找到這樣子 那如果它真的能夠 對應真實世界的問題 來解決的話 那它真的會很powerful 這樣子 不用很難的數學 然後 再來呢 就是 我根據剛剛那個東西 就是稍微 講 就是根據 我做一些股票 data的經驗 然後 有過一些其他 data 就是商品 data的經驗 就是 我有 我在做 data的時候 大家就是follow這個流程 就通常你會有 有一個問題 某某問題 你要找解答這樣子 比方說一定是找人才 商品 然後呢 你有問題之後 你就會針對那個問題 相關的 data 去收集資料 然後你就會收集了一個資料 可是這些資料呢 它並不是machine learning的資料 它只是比方說 email就是文字檔 就是文字檔 它不是數學 就是能夠handle的資料 所以你只要找一個座標 把它們寫下來 方法這個過程是很難的 而且這個過程會 會 露出 information 比方說 我們把email 變成turn frequency 或是TFYDF 這種舉證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丟掉一些 information 就是 自跟自前後的關係 已經被你丟掉了 對 就是 其實這個過程 已經殺掉一些 information 這樣子 但是你 你如果沒有注意的話 這個過程啊 有可能會殺掉 你就會要找解答 information 然後你最後就找到了 但是你如果 有小心的話 這個過程 就是殺掉的 都是多餘的 information 你最後就找到解答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還蠻重要的 對 那就是如果我們上一張圖說 這種都是 食物與data的經驗 需要 需要去玩一些data 才得記的出來 所以它其實需要一些 食物經驗跟觀察的經驗 那其實 在學校是不容易訓練的 但是當你玩data 比較多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些直覺 這樣子 欸 這邊到底殺到哪些data 這樣 殺到哪些 information 然後 然後再往下走 就是 就是 當你有了座標之後 有了data的座標之後 你就可以把真實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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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完之後 再來就是 針對你的mess question 去找mess tools 解決 這樣 那如果很幸運 你找到是mldn的tools 他剛好是mldn question 就是mldn tools 就是KO 那當然 mldn tools之後 你有可能走到 就是你就找到one piece 然後就是找到保障 這樣子 或是你沒有找到保障 你就重問這樣子 對 你有問題的 是錯的 當然有一些問題 它不是mldn的問題 可是它可能是最佳話的問題 像scheduling或qe的問題 然後它可能就要用其他的東西 然後就是一樣 有兩條路有可能會 對 那這是上次 所以很快的 用5分鐘把它帶過去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 我接下來的部分 都不會討論real question 會啊 會啊 會有一些real question的例子 但是我們focus在 mldn question的分類上 對 那因為 因為其實 我們就是 接下來的討論就是 剛剛那個四個 四個圓圈的下面 下半門 就是我們要 學會如何從mldn question 走到mldn solution 上面 那當然 我剛 就是我朋友剛剛說 有一些online課程 可以學到 那就是 我也覺得大家就可以 也可以組一些讀書 或者去 去學那些 那些 然後把它學清楚 這樣你就可以去改那些 那些 那等一下我會舉個例子 為什麼你要去改那些 那些 然後呢 那我這部分 其實我上次有講過啊 就是 mldn問題 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叫做動態問題 就是 其實就是跟時間有關的問題 那動態問題 大概又可以分成四大類 那每類的 解決問題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他們的手法不太一樣 所以就把它分開 這樣子 像Dynamical Programming Time Series Feedback Control 跟Signal Analysis 其實這些都是在 在解決那個 有時間的問題 這樣子 像時間訊號的問題 可是你說 像Signal Analysis 去 去碰訊號的 手法 跟Dynamical Programming 去碰訊號手法 跟Time Series 去碰訊號手法 就不太一樣 這樣子 所以其實 他們不太一樣 但是 其實動態問題還蠻好玩的啊 就是 我知道 這邊裡面也有一些人很厲害 尤其是做生物質詢的 然後呢 就是 就是他們 就是 我可以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 有一個動態問題 臉型的動態問題是這樣的 假設我現在是莊家 然後我有兩顆骰子 一顆是完全公平的 就是每一面都是六分之一 然後有一顆是 只有六點會出現 六點會有二分之一出現的機率 然後剩下每一面都是十分之一出現的機率 然後我就隨機的 用這兩顆骰子 骰出一串 sequence 這樣子 然後請問就是 你可不可以猜出 就是我 什麼時候用的是公平骰子 什麼時候用的是不公平骰子 就是 這是典型的 動態規劃問題 這樣子 然後它是Heathen Markov問題 這樣子 然後 對 那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要請 就是這方面專家 來 來share一下 他們玩這方面的 data經驗 這樣子 因為其實相信這個model 在真實世界以後 會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就有些Hidden state 然後它在變的時候 你要重新model它 對 然後包括讀票應該還蠻常見的 然後 再來呢 就是 我們的重點不是在動態問題 因為動態問題其實還蠻難的 這樣子 那一般machine learning 課程 包括就是國外online的那些課程 他們通常都 呃 不太講動態問題 所謂的machine learning 都是在講靜態問題 這樣子 動態問題很少這樣子 那像N組的課程 最後會cover到feedback 然後 有一些會cover到tansurism 就他們cover的不一樣 但是其實 其實 基本上 所謂的machine learning 課程 教的都是靜態問題這樣子 然後靜態問題就是 可以分成兩大類 就是on-supervised 跟supervised 那我們今天會講到 supervised的部分 對 然後on-supervised的部分 可能之後 之後才會講到 那 就是supervised 你又可以分成classification 跟proversion兩種 這樣子 那這邊我上次是用那個 email span的問題 當作classification的問題 就是 你可以想像 email可以分成兩倍 對 一類叫做垃圾性 一類叫做正常性 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叫span 這樣子 正常性叫hom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正常性叫hom 這樣子 可能還叫火腿這樣子 對 就覺得很奇怪 對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記得告訴我一下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supervised 那supervised 跟您的部分呢 就是 我先講一下supervised的特徵 那supervised 這個email question的特徵 你們如何從real question裡面 觀察出 它有沒有supervised的音質在裡面 就是supervised的層次在裡面 就是從real question裡面 有沒有問到預測的問題 預測這樣子 比方說 一封信它是垃圾或是正常的 就是預測問題 或是比方說 就是 那個 那個我要等幾分鐘 才會有公車來 這也是預測問題 這樣子 就是你有沒有一個預測東西 這樣子 如果有預測成分的話 就是supervised的 你曲解的問題 這樣子 然後 那它 就是 它的結構呢 就是 它會有input的有好物的 這樣子 就是supervised的你特色 然後 然後 我舉了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 橘子跟蘋果分類的問題 就是 這樣大家可以看 然後第二個是 那個股票的 趨勢盤跟盤盤盤分類的問題 然後第三個是 手寫電視問題 就是會cover到等一下誤取 要講 對 誤取等一下會講 講到這個部分的細節 所以我就 就不講了 然後公車等候的問題 然後下雨天 就是 你可以想像 預測說明天會下雨或不下雨 它也是一個supervised的問題 然後它也是classification問題 就是 兩個stay而已 下雨或是不下雨 但是你其實可以把它做成regration的問題 就是明天會下多少個雨 然後0就是不下雨 這樣子 然後0.1公里 0.2公里 0.3公里 這樣 就是它就變成regration的問題 這樣子 所以它們兩個其實是 就是regration跟supervised是好朋友的 然後我們就進入第一個 蘋果跟橘子的分類問題 這樣 你就可以想像說 如果我們今天要教 那個電腦去分蘋果跟橘子 那我們要怎麼教電腦呢 就是首先呢 我們要先教電腦說 聽過有哪些特徵 就是顏色使用refer 之類的 然後橘子有哪些特徵 這樣子 然後呢 這些特徵當然就是 就是把它變成數值 這樣 就是data raw data 這樣子 就寄在電腦裡面 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當電腦學完之後呢 電腦就是看到這一堆 他就說 欸這個是蘋果 這樣子 然後電腦看到這一堆 他說這個是群子 這樣子 但是呢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狀況 但是有時候現實殘酷 他可能會看到這種data 然後他就說 欸這個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然後這個到底是什麼鬼 這什麼紅色的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說 欸 那這種就是 就是 現實殘酷 這樣子 也有時候會有這種問題 那再來就是 股票也有類似分類問題 那通常我們不會分成 漲跟跌兩類 通常我們會分成 趨勢跟盤整 因為趨勢跟盤整 做法不一樣 這樣子 就是像這種就是趨勢 欸 那像這種就是盤整 那做法哪裡不一樣呢 你可以想像 趨勢盤是 是做跟漲的方向一樣的 就是它越漲你就買 漲你就買 可是當你遇到盤整盤區間的時候呢 你要在漲的時候賣 在跌的時候買 才會賺錢 就是趨勢盤跟盤整盤的做法 是完全相反的這樣子 所以 對股票來講 有時候會需要做這樣的分類 然後當然就是 你可以想像就是 就是趨勢跟盤整盤的分類這樣子 那它也是個分類問題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數字辨識的問題 那數字辨識的問題就是 等一下 烏許會講 就是有一些數字 然後我們辨識 它是1024之類的 對 然後這是KaGo上面的資料 對 上次也有介紹就是 KaGo這個網站 它有那麼多data 然後有懸賞獎金 大家可以 就是 解開之後傳解答上去 這樣就可以 得獎金這樣子 對 然後它有一個醫療資訊 就是 最高獎項有到 300萬美金這樣子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組隊去 去比那個 300萬美金的data 但是 那個現在已經有 1400多隊在比了 對 所以你的對手是 1400多隊 但是不用怕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還蠻多人的 對 聽說還蠻多大的機器 可能用這樣子 然後呢 那個 在公車等候問題 我這邊原本有拍一張 可是它裹沒有出來 然後就略過去 它是否下雨天 對我剛剛講過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比方說 有些宅男 它會下載很多圖片 它就需要正妹被實習 比方說 它希望知道 怎樣的東西是正妹 那他們 理想狀況呢 就是你的理想data 就是這邊是正妹 然後這邊是恐龍 對不對 雖然這個恐龍也蠻可愛 然後呢 就是你會有一個分類器 就是 分出一條線 我說 欸這邊是正妹 就是理想狀態 理想狀態 可是 就是 剛剛說的就是現實是殘酷 所以你通常會遇到一些 比方說恐龍太小的正妹 它會 就是跑過去了這樣子 然後 或是正妹覺得恐龍太可愛 就是跑過來這樣子 對 那一條你實現它 也就沒辦法真實的 就把它分開 這樣子 那這種時候 你要怎麼辦呢 對 當然 等一下講到SVN之後 我會講說 欸這個東西 就是有什麼功法可以去處理它 對 然後 好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就是回家注意 就是說欸 現實生活中 你有什麼 真實的問題 裡面有這些層次在 然後你想要解決 那你下次就可以來講一下 就是你可以來講 你想要玩的data是哪一個這樣子 對 然後說不定有人就可以想到一些 好玩的那個p2或是data的特徵 告訴你 然後你可以很快把它進開這樣子 對 那這也是我們社群 就是 就是成立的 的那個宗旨 就是大家一起開心 用完data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如果大家可以想想 有什麼好玩的data這樣子 對 所以可以大家一起玩 好 這個是sucrasstending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要真的來 介紹一點比較硬的sucrasstending 這樣子 就是它的model怎麼用這樣子 然後呢 通常你就要收集data 所以data大概長這樣子 它還有一個input 有一個opt input是x 或者是y 那你通常會收集n個data 所以這裡到n 這邊會有點數學 然後再來呢 你的model呢 通常就是 y是x的輸出值 所以x是輸入值 或者是輸出值 就是這樣變數 那當然 對於regration的話 你可能是linear regression 就是ax加b 那你就要決定m的話 你就是要決定a跟b這樣子 那對於那個svn的話 你就是下面這個 對 那你可能要決定 data大概跟b這樣子 你才能夠決定你的data大概在哪裡 這樣子 那這是model 那有da還有model之後呢 我們就要定義 就是怎麼去計算誤差 對 這件事情是定義怎麼去計算誤差 那通常誤差分成兩種 大家只要記得誤差分成兩種 一種叫insample arrow 一種叫off sample arrow 這樣子 你可以想像你手上拿了100筆資料這樣子 那你如果拿100筆資料 然後繼續train model的話 那那個model可能會train得很好 在這100筆資料上都表現得很好 可是你當你從真實世界 再撈個10筆資料來的時候 他不一定在這10筆上面也表現得很好 那種就是為什麼需要去計算 Auto sample問題這樣子 對 所以通常我們如果有100筆資料的話 我們不會拿100筆資料通常進去train 這樣子 我們可能會把它分成三七分 只用30筆下去製造我們的model 然後其實你就當作就是未來的data 才去就是做測試的動作這樣子 然後就是最後你的total arrow 通常會是你的Auto model arrow 加上那個insample arrow的成長11倍這樣子 這是一個模型這樣子 然後最後你就是去解你 讓你total arrow變最小的那個model 然後就把模型解出來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有補充兩個圖 一個圖呢是講我剛剛講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想像你如果有n組β 你可以用一個n次多像4 讓它通過n個點這樣子 那全部都過啊 Auto就是0這樣子 insample arrow是0 可是 當你有新的資料點出現的時候 它可能出現在這裡 出現在這裡 它的l就會超大這樣子 但是 你可以想像 但是你如果用n次多像4 欸 就是 那我就會想說 欸n少一點會比較好這樣子 那少要少到多少 然後說像那個 用一次多像4 欸這個就可能就是 它不夠多這樣子 對 所以這是一個tradele的問題 就是你要用幾次多像4 才夠這樣子 就是model solution的問題 那對於這樣的問題呢 就是 通常就是你可以畫出這張圖這樣子 這張圖呢 下面這條線呢 就是那個insample arrow 你可以想像 這是model complexity 就是當你的 多像4的次數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的insample arrow會越來越小 因為你最後打到n次的時候 它就是0 它過所有的點 但是 當你的多像次的次數 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的out of sample arrow 也會越來越大 對 所以這兩個arrow加起來的話 就是你的toto arrow 就是紅色這條線 那它會有一個最小值這樣子 通常那就是我們做model solution 的 的點這樣子 那不同的model solution 它會用 不一樣的那個 out of sample arrow的模型去做 像AIC或VIC它都是L0的 L0None的模型去做 那如果是其他 有時候會用L1None 或L2None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那個 再來就講classified 可以選mether這樣子 然後classified 可以選mether就是 剛剛的 Yi它只能在正義或負義 所以我現在是講兩類的啦 不過你要講 要分多類的話 你可以私下再來問我們怎麼做 它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one vsone 一種是one vsone 一種是one vsone 就是用兩類的 被長兩類可以去做多類的 那我先講兩類的怎麼做這樣子 那 第一個我要講的模型是CRT這樣子 那它就是 那個 就是 可以想像的這邊有十個臉 那它的模型就是長成這樣子 就是我可以切在這裡 切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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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這樣子 那請問我要切在哪裡這樣子 那照剛剛我們學過的做法 就是 我的模型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我的m的x 大概是長這樣子 它有兩個 一個s0一個x0 兩個可以動的東西 那s0不一樣的時候 它會反方向切這樣子 然後 當然我就可以開始 針對不同的切割 去計算它的arrow這樣子 假設我切在這裡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 把所有的 一個 差全部分成圈的這樣子 所以它五個 差全部分錯 它誤差就是十分之五 這樣子 然後再多切過去一個 就變十分之四這樣子 對 然後你可以 就是 因此你可以把所有的誤差 好像算出來 也十分之四 十分之三 然後你可以把它反方向 這樣切過去 好像算出來這樣子 你就會發現 其實最好是在這邊這樣子 那你就會知道要切在哪裡 它才會最好的 那這個是 是那個CRT的一種算法這樣子 但是當然真實的CRT 不會這樣算 因為 當你用那個StateFunction去算的話 它的 當你的那個 Data的量很多 或是Dimension很大的時候 它就要算190這樣 所以一般來講不會這樣算 它會用連續辦法 來取代這種算法 但是它的原理 還是跟這個很像 然後 這是二維的CRT問題 就是我現在有二維的Data 一樣圈跟差這樣子 然後它通常會先找 就是ARRO最小的一個軸 比方說 我就先把它投影到X1軸 然後算X1軸裡面 這邊一樣切過去 切過去 然後它的ARRO最小的是0 這樣子 它可以切在中間 完全分開 但是 然後再把它投影到X2軸 你就會發現 一直沒有交叉 它ARRO最小的地方 就是 至少會有兩個東西分出來 所以就是 ARRO最小的地方就是 十分之二這樣子 而且有兩個切法 都是十分之二 所以 它第一刀一定選擇X1軸切 那X1軸切之後 再選擇X2軸切這樣子 對 它是Dishman3這樣子 它就會一層一層切下去 然後它會選擇 就是 最小的ARRO的那個軸先切 切完再 再用剩下的軸再去選 就是看看有沒有更小的軸 如果X1軸還是更小 它就還是會切X1軸 對 那我這邊是 跟一個PLS 就是 可是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點喔 CART這個model 它有一個極大的缺點 就是 它只能切直的或很多 它不能切斜的這樣子 對 它不能切斜的 像這種 切斜的是它不能做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 就是 它只能切直或很多 那像Sportback Machine啊 或是 就是 這是PartureList2 它都可以切斜的這樣子 對 然後 對 這是 CRT這樣子 然後 接它還加Svn 對 然後 Svn呢 對 時間 剩不住了 然後那個 就是說 它一樣是圈圈X1嗎 那它的概念 就是只有一個這樣子 就是說 那個 呃 每一條 就是 G of X等於 這個 這條直線啊 它可以把平面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任何一條直線 都可以把平面分成兩個部分 曲線也一樣 就是 G of 如果FVC等於是曲線 它一樣可以把平面切成兩個部分 這樣子 然後呢 當它切成兩個部分的時候 它可以 運用G of X等於1 它也是一條線 這樣子 然後G of X等於-1 也是另外一條線 它們會是一個Family Curve 這樣子 然後 大於1的地方 就通通分成圈 小於1的地方 就通分成X 這樣子 那所以落在中間的話 就會有A-ROR 然後 它的 它的那個 就是 如果全部都分對的話 它的那個 Auto Sample A-ROR 是去密碼這個 就是W長度的平方 這樣子 對 這是它的Auto Sample A-ROR 所以你可以想像 它是不是做L2NORM的Recurization 就是你在Model Selection 它是做L2NORM這樣 然後呢 這個是有固差的SVN 就是有XX寶這邊來或去旁邊區 這樣子 對 那誤差的我們去計算 就是 就是 這邊有核心這樣子 可以想像YI一定是正1或-1 然後G of XI也一定是正1或-1 那如果兩個同號的話 它乘起來就是正1 就是把正1分成正1 正1分成負1分成負1 它減一下就是0這樣子 那如果兩個E號的話 這邊就會有東西出來 那這個是 是它的L2N 好 那 這邊就大家回去自己看 然後呢 有關 那